接着看到台湾北区新智障碍拉拉队比赛 来自双北、基隆、桃园、花东等 县市共25支队伍近400位参赛 展现练习近4个月来的成果 分割斗跳跃欢呼热舞再来个队形变化 先行障碍学生拉拉队比赛 学生们从报名到比赛当天 努力将近4个月 在比赛过程中展现自信与成果 感动许多在场观众 我拉拉队的时候 每天老师下午练到 2月到练习到现在 然后你可以自己打几分 几百分 大家看我开心 那你练习练多久了 4月到5月27日 你给自己打几分 一百分 中华三星障碍运动 休闲服务协会 与台北深星障碍服务推展协会 共同主办台湾北区 星智障碍拉拉队比赛 今年迈入第26年 来自双北基隆 桃园花东等县市25支队伍 将近400位 星智障碍学生参赛 我们平常人在列一支舞 就要花为多少时间 然后由他们来组成一个团队 来跳舞 那更不可思议 可见他们来讲话 是可以被创造的 可以来服务大家的 透过老师帮他们呢 来筹划的这个创意 那他们在现场 在今天此刻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来讲 不仅是获得第一座奖杯 也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看到这么多的老师啊 家长还有小天使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大批的志工 能够来协助这个活动的推广 那我们作为新唐人的协力媒体 我们也希望大会圆满成功 小朋友的竞赛 都能够人人得奖 活动现场除了学生们卖力演出 也设置许多闯关游戏摊位 让学生们与家长一同度过 有趣又休闲的假期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淑霞张连杰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